女宇航员忽然听到宇宙深处传来一声问候 而这个孩子的声音每隔13天发出一次 每次持续时间几个小时 而根据宇航员宝拉的计算得知 这个声音在不断靠近地球 而她的最终目标居然就是地球 可等宝拉好不容易回到地球 自己的老板白姐却说大事已去 多个势力的高层已经决定在她降落地球时候把她打下来 而他们现在还在就谁来提供武器争论不休 因为他们都想秀一秀肌肉 宝拉却忽然笑起来了 她说自己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 所以幸好她没有告诉他们正确的坐标 而这个他们也包括自己的老板白姐 白姐却顿时露出奇异神色 她问宝拉真正的坐标是什么 宝拉却说就当是个秘密就好 接着她说自己会配合一切 不过自己必须让全世界都知道 外太空的那个信号即将来到地球 自己在这个世界看到了太多的肮脏 所以规则必须被改变 白姐却已有所指的直接安排驻守诺拉 如果我们要这样做 就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很快宝拉搭上了回家的飞机 可是飞机行驶到大西洋的时候 同时大胡子却递来一个盒子 还说这是白姐给她的 宝拉打开一看 那是一枚勋章 接着她发现一张纸条 可是上面的内容却写着死亡只是一个开始 宝拉顿时大惊 就在此时意外忽然发生 她连忙试图上前 可是一股爆炸的气流顿时冲破机舱 宝拉坚持着在大胡子的帮助下起身 而后不顾阻拦艰难地来到驾驶舱 此刻的驾驶舱情况也很是不妙 而宝拉却说只需要无线电传达一个消息 而这个看似绝别的信息里 其实还蕴含着一个秘密 就在宝拉说完这些后 7606航班在万米高空轰然解体 177条生命就此消失 而军方却根据之前错误的坐标 按照指定时间进行了轰炸 可是随即他们就反映过来这个坐标不对 而此刻宝拉的丈夫斯文 也发现了女儿手臂上的坐标 那是妻子早在太空和女儿通话时候就留下的 可就在此刻斯文却发现家里的东西开始抖动 毫无疑问这是直升机来了 就在此刻准备再次来抓捕他们的士兵已经悄然来到 可是他们却来晚了一步 刚才斯文就已经赶快带着女儿逃离 可是下一刻他们后面却出现一辆卡车 原来对方早已切断了他们的一切退路 下一刻 当斯文再次醒来却已经无力动弹 而女儿更是生死不知 就在这时他忽然想起了妻子宝拉的老板白姐给自己的信号发射器 他说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找他 斯文努力地按下 不知多久之后 女儿查理醒来 他小心翼翼地探查这间屋子 这才发现在阳台上的白姐和诺拉 原来是他们救了自己和父亲 在午餐上白姐告诉查理 你的母亲很优秀 她发现了有东西在朝着我们的星球赶来 这是一个足以影响我们历史车轮的礼物 这是我们的好机会 我很想帮忙 于是查理直接露出了自己胳膊上的坐标 白姐和助手诺拉顿时心中震动 果然这才是正确的坐标 宝拉早就聪明地告诉了女儿 可就在此刻斯文问起时间 当得知是9月8号下午3点 斯文顿时着急地说 那东西14个小时以后就会到达地球 白姐顿时不再迟疑 立刻带着斯文妇女俩坐上直升机赶去 而斯文妇女也以为终于能完成母亲生前的夙愿 在白姐的帮助下 将这个信号以及即将到来的东西公之于众 可是当晚连条局的黑姐翻看着资料 忽然意识到不对劲的地方 那就是坠毁的飞机延迟了24分钟起飞 而问题就出在托运行李上 要知道这是一个跨大洋的旅途 如果有一个人办理了登机手续却没有上飞机 按照规定需要把她的行李卸下来 而那耽误24分钟卸行李的那个人 就和飞机爆炸有极大的关联 紧接着她在里面看到了没上飞机的就是诺拉 随即他们意识到必须马上通知斯文 可是此刻的斯文虽然看到五个未接电话 可是一看是陌生号码 她也害怕是电信诈骗 她根本不想打回去 可就在此时她收到一条信息 白姐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看到消息的一瞬间心神震动的斯文顿时想通了许多事情 而此刻白姐的助手诺拉也收到一条消息 可是内容却是 斯文收到一条消息 白姐的双手沾满鲜血 那是连条局的黑姐发给她的 情报能力恐怖如斯 诺拉连忙告诉白姐事情暴露了 斯文却忽然意识到女儿在白姐身边 与此同时白姐警告她不要有什么动作 别吓到小孩子 而后她让斯文戴上耳机 她说如果有必要自己还会这样做 即使是177条生命 因为人都会死的 只是早一点晚一点的事情 而信号的降落坐标就在话语中到达 而白姐也早就提前安排一堆人 像祭司一样排列整齐 士兵们压着斯文跟着白姐缓缓前进 而后白姐尽心洗手 似乎是摆出了虔诚的样子准备迎接 而她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 大鱼们得知消息要炸毁这个信号来源 因为他们已经处在金字塔最顶尖 而白姐如果有机会能掌控外来生命的力量 那么她就能成为最顶尖的唯一一条鲨鱼 人的贪念总是无穷的 紧接着诺拉告诉她还有20秒 可是此刻的夜空却静悄悄 丝毫不像是有东西要来到的迹象 直到再过一阵子后 白姐让诺拉再次确认时间 却发现离查理胳膊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 于是白姐决定不再等候 可是临走前她却告诉诺拉 把他们全部解决掉 而首先要解决掉这个女孩查理 以免她害怕 交代完一切白姐潇洒离去 而诺拉也颤巍巍地举起了手枪 下一刻枪声在白姐耳中响起 斯文妇女俩就这样躺在了沙漠中 可是紧接着诺拉却上前说别出声 直到我们离开再走 原来她最终还是不忍心下手 不知过了多久 手牵手的妇女俩相继起身 斯文似乎明白了什么告诉女儿 妈妈给的坐标没错 只是你的是坐标 而我的是时间 接着她拿出手机放出录音给女儿听 当时你妈妈告诉我 圣尼古拉节是我们的相遇十周年纪念日 可是我们根本没去过 三个月后正是圣尼古拉节 不知道是冥冥中的巧合还是导演安排 这一天白姐被抓了 警方已经查明是她制造了7606航班爆炸案 而举报她的人却是她的助手诺拉 而诺拉承认自己参与了爆炸案 并且白姐就是主谋 白姐在无翻身之时 而斯文妇女俩也再次开始前往那片沙漠 因为今天就是那个信号降落的日子 就在他们席地而坐悄悄等待时 一道破空声忽然响起 只见一道火球果然划过天空急速坠落 他们连忙前往查看 可是这个东西却在他们眼中有点熟悉 直到靠近后查理兴奋地跑过去大吼 这是旅行者号 可是地球在70年代发射的旅行者号 早就离开地球181多公里了 甚至已经离开太阳系 到达太阳系外空旷的星际空间超过10年时间 此刻又怎么能在茫茫太空中精准无误地回到地球呢 查理小心翼翼地靠近 而后他发现了旅行者号发出声音的地方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 就是这个声音不断地在发出你好 可是他怎么能卡住不停地说你好呢 此处科普旅行者号携带了55个国家的问候语 而其中就携带了我国由去柏牙作曲的7分37秒古琴流水 她的任务就是被外星生命体发现 而她的金唱片封套上也包括了一块高纯度的油二三把 由于已知其衰变为布二三九的半衰期约为41.7一年 这样捕获此唱片的外星生命即可据此推算出探测器的发射日期 而在这部迷你剧中太空机构也认为 这是有人把探测器送还给了我们 现在整个地球都知道了外太空有生命存在 而且故意卡在你好这个阴节上是为了释放善意 而整个世界也在此事的启发中开始团结起来 当然这最后一句是美好的祝愿